大家好 来到亚洲品牌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 因为两位嘉宾是Rhythmicity的创办人 Jimmy & Kenny 你们好 我听到你们的品牌是Rhythmicity 那我就知道是Rhythm Rhythm令我联想起就是那个音乐 但是我知道你们是做team building的 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吗 我们的Rhythmicity是一个team building的公司 而且它这个公司会是 其实在于这个公司是我们是专比较迈向 比较迈向一个节奏式或者是叫做一个education entertainment 但是我知道其实team building这个题材在现在的那个 commercial world 是非常的大的因为很多公司都希望他们自己的员工 或者是不是公司是团体都好了 都希望他们自己的那些会员或是参与者会是整个team去做的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可能是更大的数字 但是就是有这个需求他们的competition 他们的就是这个竞争就非常之大 那你们在team building这方面 用Rhythm或者是用音乐来做team building有什么的优势 或者是可不可以介绍详细一下是怎么样去做team building 那就要从我们的背景开始了 当我们在这一行业呢已经是差不多整十年十一年了 然后当中呢我们会有当中尤其是我发现到 当我们做这些team building的时候呢 对啊有些人就是在team building里面的时候 在那一两天或者那三天 所以有很多人都觉得很积极 很积极就说是啊我要突破自我这些 可是当回到当回到去原地的时候 就是什么马云说讲的咯 梦里想想千条路 白天还是周围 所以当他们回到他们的公司的时候 因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 surrounding 他们的环境 他们的公司的环境被受影响到 就会把他们把 虽然是他们在在team building的时候他们很积极 可是回到去的时候还是会打回原地 就是motive也不够啦 motive其实是这样的建制咯 因为motivation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不是外界影响到你的 是自己影响自己 对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是当你自己是觉得 我一定要达到 而且是我们所谓的叫念力 所以如果是我的意愿或者是我的念力很强 我想要成功 所以当然什么 冠冠难关 冠冠过吧 但是如果是普通的team building 就我认识的就是可能一群人去做 就是叫一些口号啊 或者是一群人去完成一些task啊 但是如果透过音乐去做team building 有什么不同 音乐的特别呢是在于 好就是我用这个故事了 小的时候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喜欢的儿歌 是什么儿歌呢 就是大概有时候想说我会选择ABC啦 对对对 或者说有时候我选择客人来啦 对对对 所以当今天的时候你还会唱吗 今天有小孩子的时候会唱吧 对咯 这个这个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在在于在我们长大的时候 当如果我说我我告诉你 我看了一个台蝶女号 我昨晚看了一个台蝶女号 那首歌那个情景你会联想到什么 会联想到就是一个很壮观 但是又好像是已经差不多是最后黄昏的时间 就是很快要落寞了 是 所以在我们脑海里面有很多画面 而且这些画面呢对于我们的节奏 或者我们的所看的那个戏的节奏 和那些歌而影响到 就是它会连接我们脑海里的画面 所以当我们讲说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透过我们这些节奏师 或者是音乐师的 的team building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一些 重要的讯息 不只是表意识传授给他们 而且是要把它表意识 在同样的时间 我们要把它放 就把它埋在潜意识里面 这个我们听下来就是有点深 但是我就开始就感觉到就是 音乐就好像是一种东西 就跟我们叫口号 或者是做一些东西不同 因为那些我们只是一次过 就是像你以前没有试过的 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就可能 我们试过一次很好玩 但是三天后因为有很多工作 就忘记了 但是音乐 又不一样 在这里一听到以后 就变成了一个永久的那个memory 所以这个永久的memory 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memory 所以就可以开始就是慢慢用这个原理 就令到你们整个team 我们有个很开心的时间 或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的理解 是 那其实一个群组来team building 通常有多少人才可以开始 小是十 八到十 那你们会做这些team building的时间 通常是要多少钱 或是你们对下的公司 可能是中小企业 还是一个大的企业 还是你们会怎样去找你们 是不是每一个公司都合适去做这个 和每一个团体都合适去做 你们的对象是什么呢 我们的对象呢 其实呢 在讲说我们团体建设的话 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的 然后只是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 所以有些小的就是可能就是 小的企业呢 他们通常就会做 我们一起去吃年饭 去打保龄球 所以就是一个互动 一个互动 然后如果是大当大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 找一些我去打一个保龄球 那个两百多个人到一个圣堂里面 就会比较 就觉得很奇怪 对对对 所以在团体建设方面呢 其实是一个 这是一个必须的 这是一个必须的 再加上现在我们有两个 不同的阶段的 的 category 就是一些比较 不是年老 是比较长老派 不是长老就是seniority 很多senior 可是现在我们很多这些 就是gen y出来 就是年轻人出来 对对对 但如果是说 比如讲说一个 一个 team building 有两个 两个不同的 category的人 在一起的话 他们是一起去做 团体建设 团体建设 就一个公司里面 不可能讲说 这个大老板 你不能去哦 这是给年轻人去哦 不一样啊 这种 team building 很难做 是 但是你们为什么会做到 因为其实很多老板 现在如果在看的话 他们会在想 永远就是 老板跟年轻人 是不可以 就是一起做的 因为他们就会 可能老板会很大祸 因为就是说 年轻人也这样子不对 但是 怎么可以把它们融在一起 融在一起呢 其实 如果是跟你音乐 或者是节奏来讲 其实 他们的长老派呢 他们是有他们的节奏 他们的工作节奏 所以 年轻人呢 现在的年轻人呢 我会讲说 如果是在COG的呢 他们就是好像 一些树木工 他们就是要打斗奋斗 而且他们要的 他们所要的回报 或者回酬 也不是以前这样 我们讲说 要钱 但是我想 我也想 现在就知道 你们公司的那个 做的范畴是这样 那你们的发展是 现在是 针对马来西亚 还是其他的市场 你们也可以去做呢 也可以去做 也可以去做 我们的其他市场 也可以去做 然后 尤其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对我们来讲 会比较挑战 因为 马来西亚还未至于 到他们的 他们接受度 不会那么强 尤其是在去年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一直 尝试把这个 program 推广 把这个team building 当中呢 当然是有一些 小阻碍 小阻碍 小阻碍是在于有些 老板就觉得 你两天 音乐 是不是只是玩音乐 打一下鼓 弹一下吉他 这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我们在解释给他们 听的时候 他们觉得 这样啊 这样我的 如果我的员工 上了这个team building 之后 你会得到什么 因为如果是我们讲说 一些比较普通的team building 他们会觉得 当如果十个 九个都会讲说 你上了这个team building 好玩吗 好玩啊 你学到什么 你得到什么 很累哦 对对对 这我也知道 尤其是在那些户外 大家要一起 做什么 什么坦克车 什么导习 对对对 可是你现在试想一下 如果是当一些新的员工 或者比较年轻 一些年轻人 你叫他们这样 爬上爬下的话 他们会觉得 嗯 他们就 就会MC 这个是当然 所以有时 因为他们 有些 我们 尤其是我们 做一些team building 我们是希望是 不只是 在这两天 或者在这三天里面 他们会有一个 团体的一个精神 可是我们想啊 我们终止是要把这个精神 带回他们的公司里面 当然一边手牌不行 一边手牌 因为要互相配合 是要配合的 那你们现在 就是去了哪些市场 在香港 或者是其他市场 正是我们 我们去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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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Mama ICM 然后今年 我们会想要 发展出外 比如说 印尼啊 中国啊 香港啊 所以 是要把 这 用意是要把 这个所谓的 edutainment 再把它 把它 光散 因为其实我觉得 因为现在team building 这个就是 在每一个企业里面 很多老板都想做 但是很多老板也不知道 在哪里可以找到 当你找到以后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因为对他们来说 就是好像你说了 就是哦 问问朋友 朋友的公司啊 做了那天很好玩 之后就 其实就是打回应 是 所以就我觉得 就是在亚洲区 或者是在全世界 这种品牌 或者是这个生意 应该是很好做 那发展呢 除了今年你们的target 是Indonesia 和China 和香港 会不会把这个 整套的品牌课程 会把它去 在上一个高峰 或者是世界 或者是其他地方 那当然如果是有这些机会 的话当然会 当然会 我说尤其是 在于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音乐人 所以 有一个 有一个saying which is 一直带到我长大 就是 music music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so there's no barriers it's just passion 就是这个 这个意思是在于 好像比如讲 我们 之前曾经风魔一时的 就是bsy了 so 他那个 两只手在那边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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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全世界就是在 全世界跟着摇 对不对 对啦 因为他最后就是 那个音乐 是 那个节奏 那个节奏直接会上脑 对 所以那个节奏 哦 这两只手在那边摇 全世界都在摇 是的 可是问题是 想要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他所写的这些 那这些词 的意思是什么 对 你说十个 两个多 嗯 所以欧巴 咦欧巴 我就从那个gandam star那边才知道这个是欧巴 是叫哥哥 嗯嗯嗯嗯 对不对 so 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方式 一个方式 比如讲说如果是把它带回来我们这些 这些team building 嗯 当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所要的所谓的 我们要的debrief 我们要的他们的message 我们的讯息 我们想要 传给他们的话 我们想要借用不同的管道 嗯嗯 我们希望能借用不同的管道 因为如果是我们讲说比较传统式 传统式的 team building呢 它会比较是在于 no pain no gain 你一定要哭 对 他们把你弄哭 或是把你弄到就是一种 就是精神上面要破坏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有一个人走出来 哎这个就是救世主一样 好才有你 然后就在工作上面就 我什么都全靠你 或者是我是一个team 那这种我就觉得这种方法很辛苦 是 以前的人呢就是觉得 对 因为要聘才能赢嘛 可是现在我们 现在的年轻人的话 会比较迈向 哎那你要怎样合作 要怎样配 是的 所以如果是比如说 我这边 哎我要做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project 可是问题是 我自有自知之明 在marketing site 我觉得 我会比较差 对 因此的这些的人 以前人呢就会 I mean and existing 或者是老诚实 Screw 他们呢 老一派呢 他们就会 impart her 别人 我lord 都是自己做,死死都是我做 就是人家讲说大哥走几咯 然后可是呢现在的有不一样 好像我会找到后补 会觉得你这个市场,你可以做市场的 不如我们配合一下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呢 尤其是M&C公司呢 他们会有这个 这个district或者是这个procedure 就是他们internally他们会有一个cross over 就是cross over 就是比如讲我本来是在operation side 所以现在呢我有机会到marketing side 所以在园里在哪里呢或者是他们的意愿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想要给他们更了解对方做些什么 所以就是可以在永远在对方的那个层面去看的 自己带着他们的和谐,比起调和谐啦 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做法 就变成到好像我们team building也是一样 今天跟Reader Messaging的两位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很多人本身会想team building就是no paying no gain 这个我是很认同 但是原来大家可以很开心 两天的时间就可以把team building这个东西做好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不是pay完那个gain是短暂 那个pay是不用pay 但是那个gain是永久的都在我的心里面都可以记得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的品牌不只在马来西亚 应该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面都可以发展得很成功 而且因为这个是你们独家的东西 就是你创立的东西 所以这种的品牌的那个value就是很重要很重要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谢谢两位的光临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亚洲品牌故事再见 词曲奇奇董 词曲奇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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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